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电影是《在我入睡前》 克里斯茫然的醒来,发现身边躺着一个陌生男人 他什么都不记得 他起身去卫生间,发现家里墙上都是男人和自己的相片 这下他看懂了,两个人是夫妻关系 他在看自己手上的戒指,没错,是结婚了 床上的男人醒来,自称是克里斯的老公 本,他告诉克里斯,你出了车祸,你现在仅有一天的记忆 这时,本给克里斯温暖的拥抱 在怀抱里,克里斯十分茫然和震惊 此时本明显感受到了克里斯的不解 他耐心地为他讲解和安慰 不多久,本就穿戴整齐,着急上班去了 克里斯独自在家中,他仔细地参观着自己的家 忽然电话响起,电话里的男人自称是他的治疗医生 医生指引克里斯找到一个录像机 而录像内容到本回来时仓促停止 时间闪回两周前,医生正在给克里斯讲解病情 医生说,克里斯是因为被人中击头部而导致的 那本为什么骗自己 于是他就录了视频,尽量多地保存记忆 视频正在记录时,本回来了,录制仓促停止 这也就是此时克里斯看到的视频 又是一天过去,克里斯同样地茫然 本同样温柔耐心地讲解 医生按照惯例,又在本离开后打开电话联系克里斯 这一天,克里斯在医生的带领下 找到当时受攻击的事发地,并找到目击者 根据目击者描述,克里斯当时不但浑身是血 还是一丝不挂,身上只有一个酒店的床单 日子一天天过去,更多的视频日记 都让克里斯越来越怀疑本究竟是不是自己的老公 有一天,克里斯发现自己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好闺蜜 克里斯找到了本,本却说儿子患有疾病,已经过世了 闺蜜也因为他失忆而离开了 不告诉他的原意是不想他伤心难过 晚上,克里斯做了一个噩梦 一个脖子上纹身迈克的男人凶残地攻击了他 第二日,克里斯把这段梦中的回忆讲给医生听 克里斯越看医生越不对劲 此时克里斯发现医生的工作证上写着迈克 克里斯脑中一下就浮现医生攻击自己的画面 于是他疯狂逃命 此时医生不光不忙地拿出一个针筒 追上克里斯就是一针 当克里斯醒来,医生来电话,让他不要慌着 刚才只是一针镇静器 而他脑中的记忆并不是真的 只不过是幻想 第二天,医生跟克里斯道别 因为自己爱上他了 这是不道德的 所以他选择逃离 最后还把克里斯闺蜜的号码给了他 并且告知 他与老公本四年前就离婚了 克里斯找到老公 质问他为什么离婚的事只字不提 没想到本却说儿子死了 没有失忆 虽然离婚了,但是我必须来照顾你 克里斯大为感动 可是本得知克里斯背着他治疗时 狂怒地给了克里斯一个耳光 克里斯郁闷地找闺蜜聊天 没想到闺蜜却告知克里斯一个惊恐的真相 闺蜜口中的本和克里斯天天相伴的本 不是一个人 克里斯回家仔细看家中相片 他发现相片竟然都是PS的 正当克里斯接近真相害怕时 等会完美了他 清晨醒来又是一天 本带着克里斯到旅馆开房 进了房间 克里斯突然回想起了一切 当初也是这个房间 克里斯和本在偷情 本要克里斯和老公离婚 而克里斯不同意 本愤怒之下 大打出手把他打成重伤之后 便失忆了 其实本坦白了 但是克里斯的情人 他不想做假老公 之后 明白了一切的克里斯 真的不注意攻击了他 成功地逃了出去 第二天 克里斯醒来 医生在他床边 平静地告诉他 本的事情败露 已经被关进了警局 随后 真的本和儿子走了进来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一样的电影 不一样的我 良品电影 一直等你哦